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你电话呢 干嘛呀 打电话给他呀 你说干嘛 这事必须让他负责任 不能就让他们拍拍屁股走了 这个186这号是不是他的 姓孙的这个 喂 你好 喂 你好 是孙小琪吗 对 是我 你是 我是蒋山的朋友 蒋山 对 蒋山 你想不起来了是吗 就青岛认识的女孩 现在想起来了吗 蒋山啊 想起来了 她现在在我边上呢 她有话跟你说 你听着啊 我没话她说清楚 我什么不说 快点 不说清楚 喂 我 有话想跟你聊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次BETU的高管 比咱们预期的更早 就来到了北京 来考察几个竞标公司 CES 时代成员 都在考察的范围之内 针对BETU高层对咱们的考核 我们策划部门想做一些路演 公关公司那边也会做一系列的公益活动 希望这次可以提高咱们CES公司的形象 大中华地区的总裁PETU王 我们还需要做些事情 让他更多地支持我们 不过这个人比较难搞 约了好几次都没有约到 所以还得继续约 你要并购CES CES的市值 是要移到数日之间 只要把它的收获价值定在十亿左右 当然 高一点也无所谓 我就能接受 要他们公司不是主要目的 主要目的是 打倒林泽峰 让他破产 那才是咱们的中心目标 大公司破产有的是 CES在业内恒心霸道这么多年 是时候有个人站出来铲除他们了 CES除了经营奢侈品行业之外 还经营房地产 目前在建的三个项目之外 在经济开发区 还有两块甚至空间很大 如果能拿下他们 对咱们时代合成业案的发展 大有好处 按照CES目前的公司发展 想要并购他们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那就要看怎么操作了 事在领委吧 只要把CES的市值 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就有可能 当然 有些事是要用点小聪明的 咱们可以 挖坑给他交 可是林泽峰他并不傻 挖这个坑 他不一定会想跳 跳 他一定得跳 他要是不跳 咱们就给他推下去 哥 你找我 银行那边谈得怎么样了 正在谈 福秀 这块地 对于CES至关重要 银行的方面 定紧了 行 我知道了 我下午什么安排啊 下午三点 霍蕾的会所开张 我差点把这茬给忘了 您是要亲自去一趟呢 还是我买个花篮送过去 这我要亲自去的 好 喂 张鹏 喂 拜拜 你大舅那房确定没租出去吧 没呢 自从你从那搬出去 他就一直没往外租 我就确定一下 要是确定没换吗 没换 你都问我妈妈这样的话 好嘞好嘞好嘞 等我把我女朋友之关混过去之后 我一定进去是吧 真的行 真的 骗你干嘛 来啦啦啦 不跟你说了 走吧 带我去看看你那大号 没问题啊 走着 笑忙吗 怎么了 陪我出去一趟吧 一个朋友的会所开业 半小时候楼下见 可是还有工作啊 这就是工作 在下的这个会所开业 温泉会所 我特别开心 大家能抽出宝贵时间 到这儿来捧场 各位朋友领导是吧 我货里话话也不多 大家吃好玩好喝好 洗洗更健康 谢谢大家啊 谢谢啊 劝着找点东西吃 跟我们顾问打个招吧 恭喜啊 早逢 我这以后生意 还靠你兜兜捧场呢 心里之间不用说这些 那姑娘你拿下了 这件事该办了赶快办了 事不宜迟以防夜长梦多 怎么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啊 我是为你好啊 是吧 嗨 美女 一个人来的 朋友 这个温泉会所是我朋友开的 你也是她朋友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医生 医生啊 医生好啊 救死扶伤 在世华图啊 没 没那么夸张 这是我的名片 美女给我留电话吧 怎么了 我来认识吧 再见 你到底干吗呀 你能不能不跟别的男人 在那儿勾三大四的呀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个跟别的男人勾三大四 我哪有啊 我看见你跟别的男人勾三大 有说有笑的 那是因为 他主动过来跟我说话 那我出以礼貌 我是不是得跟他哈拉一下什么的 这 我说不准理就不准理 哪能断废话 不是 你喊什么呀喊的 谁声音不够大呀 凭什么管我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不准理别的男人了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呀 我记多 请吧 女王殿下 这是你家吗 一路鬼鬼祟祟的 知道的以为是你家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做贼呢 怎么不是我家呀 我这不太张神没回来了吗 我怕有坏人 不安全不是吗 哟 挺奢的哈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 小日子过得不错嘛 哼 就这么回事吧 也没多打 其实我是那种追求 低调奢华的人 我平时没看出来你是这风格啊 那是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等你了解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我是那种 特别注意生活细节的人 得瑟 洗手间在哪儿啊 那儿 好 嗯 好 咱我去哪儿 宝贝啊 我先把牛排接了啊 我买吗 VO 你是不急 我急 什么 我是说 你拍不接就不亲眼了 你这生活品质 够有细节的哈 洗手间 连个洗手液都没有 我这不太常人 没回来了吗 就没去买去 是呀 恭喜啊 何伯 余岸 生意越做越大了 打扰 好 我这这一小本买卖 混口饭吃 跟您那家大爷大比起来 我可比不了 你少来 相去甚远 余岸 这样啊 我呀 带你赚着钱 你也鼓励不了 对吧 咱那边走 那边走 好 走 我可以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吧 什么问题啊 就是 你现在跟原爱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他呀 其实在爱情来临以前 你根本想不到 你会这样爱一个人 你根本想不到 你会这样爱一个人 你根本想不到 你会这样爱一个人 那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他再来找你的话 你 你会跟他和好吗 等你转身的那一刹那 一切就都变了 这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告别过去 展望未来 开始新的生活 你就应该像我这样 没心灵费得多开心呀 是吧 所以我们去吃饭吧 走吧 走吧 原来 你看 哥们这会所不错吧 特别好 你看今天这么巧啊 这 这难得聚一块 咱们要不一块吃个饭 你竟然带着他一起来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带我来怎么了 林子枫 我知道你今天会来 所以推调了很多事情 专门来找你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带着他一起过来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用来这一趟了 你知道吗 自己的公司都快倒闭了 还有心思在这里 儿女经常亲亲我我呢 云安 算了 那个 我陪你转转啊 走吧 我有话跟你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 不会耽误你太久 一会儿会儿就好 你是已经结了婚的人 在外边这样抓着一个男人 好看吗 你有必要这样说吗 我又不会耽误你太久的时间 林泽峰是不会跟你去的 麻烦你放手 我不放 该放手的人是你 林泽峰 从现在开始 你不可以理别的女人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 听到没 走了 游戏 你知道你今天这样做的后果吗 我只要五分钟就好 我们一分一秒都不会给你的 走了 算了 算了 别追了 咱俩再转转 你知道吗 自己的公司都快倒闭了 还有心思在这里儿女经常轻轻无我呢 对我们在这儿身上 我们在这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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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身上 在这儿身上 都不会给他们了 怎么没问题 我想说还有你 对我们现在看见几个角飞 那就是这样啊 可能会儿都不会给你了 那事情要去处理一下 你自己先打车回家吧 不要去好吗 可不可以不要去找他 因为 因为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所以 不要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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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贝 加油 来 进来进来看看看看 你看我这房南北通透 采光什么的特别好 还是精装 你怎么在这儿 他谁啊 我是谁 这是我家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大舅 这个 舅妈 谁是你舅妈呀 你真是有病吗你 我要不然就不认识你 我是来看房子的 我也不是你什么大舅 不带那么潘亲近的啊 陈北 到底怎么回事 误会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算了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 这房子是我的 原来他在我这儿租房 我看在他跟我外甥认识的份上 每个月以最低的价格租给他 没想到他花几个月付不起房租 后来我就把房子收回来了 现在我家里几点用钱 想把这房子卖了 你倒好 趁着我没换锁啊 现在的隔三差五的过来住了你是吧 没有 合着拿我这房泡妞呢 怎么说话呢 你这说的是真的吗 是啊 不是 蜜蜜 我是想那不是 蜜蜜 先生 不好意思 这中间不知道是有什么误会 给您添麻烦了 您是要带客人看房子是吧 您看这样行吗 你们先看房子不耽误您 这是我的电话 回头不管造成什么损失 您跟我说我来陪 算了 算了 看来你也是蒙在鼓里不知道 姑娘 以后看人可看准了 对不起 蜜蜜 蜜蜜 蜜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行不行 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开心 我不是有 你真够可以的 我真服了你了 我不是一个闲偏暗赴的人 可是我非常讨厌不靠谱 你没钱可以 你什么都没有也无所谓 努力呀上进哪 这是玩什么呢这是 你不害臊我都替你害臊 蜜蜜 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别说了 不是 你就不能听我 听我解释解释啊 蜜蜜 你听我解释解释行不行啊 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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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郊瑶有事吗 没 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刚才带着那个女人 在根本开场和郊瑶过世 我想你现在应该没有必要知道 这件事了 我带谁过来跟你没关系 你到底说不说 当年在你跟我提出分手的第二天 我们家因为一笔生意的失败 几乎全部破产 我爸爸一气之下装病不起 是小野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 伸手帮了我们 可是他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和我结婚 我没兴趣知道 你跟小野是这么好手的 那你干吗来找我 你刚才说我的公司要款了是吗 看来还有你林次风害怕的事情呢 时代跟成员 又要搞什么阴谋 我让你在我和于互信之间做个选择 你们俩完全没有可比性 你觉得像于互信这样的女人 在生意上她能帮助你吗 她不能 可是我能 你一向都是个聪明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出聪明的选择 你记住 不管她对我的事业有没有帮助 我都会选她 不管你用什么阴谋手段来阻止我 我还是会选她 我也提醒你 别再去招她 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我还是会选她 林次风 你会后悔的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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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了 今儿 那儿她霸击的呢 你那个前凸后翘的 爆脾气女朋友呢 今儿怎么没跟来啊 我说你是不是没事找抽啊 开个玩笑不行啊 没劲 我带她去看你大舅那房子 结果正好赶上你大舅吃饱撑的 没事干也带上去看房 穿了 够倒霉的你 然后呢 你女朋友生气了 废话 要你你不生气啊 给我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就走了 你说你这不是倒霉催的吗 全让你赶上了 典型的 点被不能怪社会 我跟你说啊 这人要是倒了霉 他喝凉水都塞 大王 是兄弟吗 别来这套 有话直说 我上你那儿住两天行吗 哥们 不是我不让你住 只不过这几天 我女朋友从老家过来 我那房子吧 你也知道就那点地儿 我女朋友来了吧 所以她也不太方便 行了 你那儿方便吗 上你那儿住两天 哟 被女朋友从家扫地出门了 想起哥们儿来了 没地儿 我但凡要不是被逼得 实在没办法了 我不跟你张着嘴 那你住你女朋友家呗 我不住 为什么不住啊 那么大一个豪宅 不住白不住 感觉怪怪的 我住她那儿 跟让她包了似的 嗨 她是你女朋友 又不是别人 你住她那儿 太正常不过了 就是 我还想找人包养我呢 你俩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这不前段时间攒子钱都花的差不多了吗 找工作呢 找着我就搬 找工作 这么有钱的一个女朋友 你还找什么工作呀 让她给你投钱 开个什么店什么的 不分钟的事儿吗 你闭嘴 你以为我跟你说的啊 我就没花过女人钱 好 行 就你有出息 混成现在这德行 你再给我说一遍啊 行了 你俩有病吧 一见面就吵 陈北 他真的是越来越离谱了 你说他没房子没车也就算了 你知道他今天干出什么事儿来了 他居然现在能跟朋友一起借朋友的房子 合伙糊弄我 我最看不见就他这种男人了 早知道当初就不救他了 余悟欣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啊 要是林泽峰跟云爱旧情复燃了 你就趁早死的这套心吧啊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一起啊 这还用知道 早晚会发生的事儿 想都不用想 林泽峰说他会回来找我的 他说了你就信啊 我信 老伯 看开点 不缺胳膊不少腿的 这好男人有的事 潇洒点行吗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豆南就不错了 这一备胎就挺好的 怎么扔就不行了 豆南 约我吃饭 豆南约你吃饭 嗯 去呀 别想那么多 就当你交个朋友 去 别瞎回电话啊 谁啊 林泽峰 喂 我在你家楼下 好 我知道了 我下一个啊 你干吗呀 这大黑天的 我可以吃饭 筋迟点行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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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亲爱的 你这两天安排一下 陪我和几大银行的行长吃个饭吧 为什么要我去啊 这件事不是一直原定负责的吗 在搞垮林泽峰这件事情上可少不了你啊 你得来见证咱们的成功啊 CES最近正在为那笔资金的事到处跑关系 咱们只要阻止了各大银行借钱给他们 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吗 好了 我知道了 行 就这样 再见 咱们的患者不及就追尽了 咱们的患者不及在那上面 咱们是在这一片里面 咱们的患者不及叫 咱们都处理得一片咱们的声明 咱们是窒界 natividad 打掌相遍的 咱们是窒界、不及有我的 编宙,不及有眼前 咱们是窒界条 你怎么又自己进来了 我打电话去你们公司 他们说你生病请假了 所以我说过来看看你 我没事 喂 你在发烧 吃药了吗 谢谢你 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请你先回去 我这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好吗 还是老样子 感冒发烧从来都不吃药 你这样不行会越来越严重的 好了 别再工作了 还没吃饭吧 我随便帮你弄点粥 好 随便吧 妈 给我盛两个凉菜 然后再给我炒两个素材 谢谢 你可算回来了 我这饭点我忙死了 你这孩子 干吗 妈 厨房怎么什么都没有 粥都去哪儿了 你说你回来 你光找吃的 你不帮我干点活 我朋友生病了 我想坐哪儿到医院 什么朋友 男的 女的呀 女的 女的 男的吧 我认识吗 那个 是不是上次来那个小林呢 你别瞎想了 你快点给我炒素菜啊 我去弄点粥 我知道你感冒了 我正送吃的过来 小心 来呀 怎么了 我刚刚烫到手 不小心把锅子打翻了 没什么事吧 没事 这就是衣服湿了 行了 你别再弄了 赶紧回家吧 我这衣服都湿了 怎么回去啊 你出门肯定感冒了 你有干净的衣服吗 借我换一件 你怎么能穿我衣服呢 我向你开门 不要再等会儿 你今天没去上班 刘秘书说你不舒服 你发信心你也没回 所以我想过来看看 我还让我妈给你做了粥 还有饺子呢 怎么样 那你好点没啊 谁啊 这 余医生啊 这么巧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过风说她身体不舒服 我来照顾她吗 怎么啊 余医生也是来给我们家风酥好吃的 行了 你别乱说话了 刚好 我带两份 你们一起吃 谢谢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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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误会我了 是我误会吗 你总得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吧 现在还有什么解释的必要啊 是她自己来的 不是我叫她来的 自己来的穿成那样 她自己穿那样 她说她要跟我熬舟 结果她就扣了自己一身 她要穿我衣服 我没同意 我来给你开门 她就自己穿成这样了 怎么这么巧啊 你说话 别这么阴阳怪气的行吗 什么叫阴阳怪气啊 你自己说的这个理由 你自己信吗 我周围的朋友都说 你这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人 只有我傻傻地相信你 我还跟他们反驳 现在看来我就是个大傻瓜 原来说相信 我现在后悔了是吗 你心里明明有喜欢的人 你干吗还要骗我说喜欢我呀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爷们儿啊 把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耍得腾腾腾 你是不是特有成就感啊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啊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祝你们幸福 怎么 她走了 这次你满意了 我只是想要替你考验考验她而已 没想到 这么点事她就受不了了 那如果你以后遇到更大的困难 她肯定不会留在你身边的 滚 给我滚 朱不 你先找到 买 weight 冰箱 冰箱 好的 两杯咖啡 邓先生 你等人还没到吗 要不然先点餐 再等等吧 好的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抢 您的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一旦冷革虐 中国设计的阶磨 那么 不 没有 你这么早就回来 没多玩两天 我 我一个人待在那里 没意思 所以就提早回来了 那个 我 你先说 你是女孩 你先说吧 我 你为什么那天不打招呼就走了 你知道不知道 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 是一个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啊 我那些单位确实有特别着急的事 让我回来处理 所以我就 我们发生了那种事 你不打声招呼就走了 你这要不然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似的 我 我不是那种人 你应该能感觉得到 我这两天也特别想联系你 但是就是怕尴尬 我 我 我们要不然还继续像朋友一样 一起出来吃饭或者看电影啊 嗯 来 再喝点水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